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宋唐一如采访报道 台大选持续发酵 专家或引领中国政治变迁 2024年1月13日 台湾总统大选已经落幕 赖萧佩当选新艺人正副总统 就在外界担忧未来四年 台海局势可能紧张之际 不少海外华人却从中获得积极信息 专家表示 台湾大选所展现出的风貌 或将引领中国政治变迁 台湾大选海内外两重天 台湾大选点燃了很多海外华人的政治热情 但选举当日 中共大陆官方媒体却极其安静 几乎没有什么报道 在大陆网络上 台湾选举台湾大选等标签一度被屏蔽 大陆网民已注意到此事 有网友在微博上发文问道 今天是台湾选举投票日 怎么没有新闻报道呢 香港政论杂志开放主编金钟 对大纪元表示 共产党怕台湾大选热烈感人的场面 让大陆人看到 他们看到之后 当然就会想 台湾可以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这对专制统治非常不利 共产党当然害怕 台湾大选整个过程 不让大陆人知道 什么CCTV 网站 报纸都是负面报道 说民进党搞台独 都是胡说八道 他说 现在海外电视 网络上那么清楚 台湾三组候选人 到处去造势 去拉票 气氛那么热烈 都是公开的 有执政党 有反对党 互相竞争 互相指出对方的弱点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台湾大选展现出 台湾人优秀的公民素养 激烈的公共演讲 沿街拉票 以及团队合作技能 激发了台湾人 个人的热情与潜能 金龙表示 台湾大选实现了 孙中山三菱主义的 选贤与能 选那些闲的 干净的 不贪污的 道德品行很好的人 第二就是能 就是要有工作能力 领导能力 提出来的政策和纲领 能被老百姓所接受 大陆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共产党知道 台湾民主是认真的 开放的 公平的 没有行贿 没有暴力 但是为什么 他又要污蔑 扭曲 攻击呢 金龙分析说 共产党1949到现在 已经75年了 四分之三个世纪 都是在独裁统治之下 老百姓没有权利 不仅一人一票的权利没有 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说一句要民主 批评共产党一党专政 马上就要制裁你 金龙表示 共产党一直要坚持 一党专政 老百姓就没有选票 连全国人大代表 共产党大会的 代表的选票 都是假的 上次习近平修宪 这么大的事 得票百分之百很笑话 现在共产党要统一 台湾的真正目的 就是两岸政治制度 不一样 如果真正跟台湾 平起平坐了 接受了台湾 台湾的民主制度 就可以去影响大陆 大陆人民就会要求 我们也要选举 最后他共产党 就坐不住了 台大选 或将引领 中国政治变迁 这次台湾大选 差不多占据了 各大主流媒体的头版 海外社交媒体上 也几乎被大选的信息所覆盖 海外各大学术与研究机构 媒体人 学者都纷纷召开会议 发表意见 预见未来 台湾大选的溢出效应 正在持续发酵中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执行主席陈奎德 告诉大纪元 他也到台湾官选 刚好就是大选揭晓那天 他参加会议的标题是 台湾的民主政治 如何引领中国政治变迁 他说 这次台湾大选选举的结果 没有太多意外 但我还是认为 它是一个特别的大日子 首先这标志着 台湾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 已经进入常态化 如果把眼光放长的话 台湾作为世界民主政治的 典范国家 他引导出了一种基本模式 将引领未来 中国政治的变迁 陈奎德认为 1月13日这一天 将作为典范 记载于历史上 台湾大选给中国人 这样的信心 中国将来也会有 自己的1月13日 以典范的民选方式 选出中国大陆的总统 这次台湾大选 非常清晰地表明 中国人也可以在 世界民主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他说 中国人过去有旧帮新命的说法 陈奎德说 中华民国这个旧的帮国 既然在台湾开出了新的命运 台湾能够开出 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开出 从各个方面看 都是对中国人 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两岸的制度竞争 清清楚楚表明了 北京那样一套压制人权 对外扩张的政治方式 无路可走 陈奎德表示 中共最害怕的不是中国不统一 他就怕台湾会真正对中国大陆制度 提出根本性挑战 这是他心头大患 所以他一定要解决台湾 把台湾弄到他那个体制里 要千方百计地扼杀台湾 台湾大选也赢得了西方的支持 美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等超过50个国家的行政部门 向台湾顺利完成选举祝贺 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在选举过程中 中共文攻武吓 试射火箭 AI界选 经济胁迫等等各种方式 陈奎德表示 中国共产党也知道 他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也抵挡不住台湾的选举 过去打导弹都没用 甚至是反作用 催化了台湾人 追求自由生存方式的决心 两岸关系表面上好像要冻结 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台湾施压 不让台湾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对台湾来说 已经不构成很重大的威胁了 台湾现在对大陆的依存度 没有这么高了 中共成效是递减 越来越少 毫无办法 陈奎德说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